開TV選手節目就是青春學員梁樂彤 自比賽之後人氣越來越高 公司也給予很多機會 說這麼快她又出新歌了 這日Stephanie為新歌拍攝MV 本身是件開心事 不過可能真是貴人出門招風雨 Stephanie這次又中了 我想說我兩次拍MV 一個就是打風前夕 一個就是現在打完風 我覺得我真的這個風雨可以叫做 有沒有擔心風影響今天拍攝 其實有的 所以其實打風之前 收到風好像小圈開始要打的時候 公司已經開始跟我聯絡 還有Oscar導演都已經開始有Pan B 雖然派MV遇上打風下雨 不過Stephanie依然全程投入 加上又有型男相伴 公司提供這麼好福利 難怪她笑得這麼燦爛 我想說是否以後我所有MV 都會有年輕人陪我拍MV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好的福利 每一次就有不同的男主角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是需要有一個男主角的 始終有個人跟你一起做對手戲 你自己都會更加投入這首歌 都可以以一個故事的形式 讓觀眾更加清楚了解你的歌的意思 會不會有多 attach Chelsea for sun 論在哪裡會有�密的場面 那據我所知是會有個親密的場面 都會揹一揹 即可能也會揹招摸一下 或是抱抱一下 這個可能in the wrong sound會有石 seat 我想不是有石峰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緊張 但其實之前那次經驗 ok 說有緊張也不肯至玩 見Stephanie教英俊彈結他那麼甜蜜 相信新歌應該是一首浪漫的歌 不過原來剛剛相反 歌名叫《成夢錯愛》 就是講一個女生 是否叫做捉到男朋友出軌 然後就覺得自己錯愛了 比起之前的心甘情緣 我覺得是Rod一點 屬於Pop Rock一點 我自己是超級喜歡這首歌 心甘情緣都很喜歡 但這首歌是更加喜歡 因為是比較貼切我平時 自己喜歡聽那些類型的歌 那這次因為之前和Oscar合作過 所以Oscar這次都有拍MV之前 問我自己 你對這首歌有沒有什麼看法和想法 大家可以一起溝通一下 可以將這首歌 以一個更加好的形式呈現出來 我們會不會再看這首歌 我們會不會再看這首歌